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5月20号,深圳旭对战谢科的一场往期赛 深圳旭直黑,谢科直白,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还是常规的点33,然后白棋小飞挂,黑棋二肩低夹,白棋再一挂 现在都比较流行,挂完之后拖签继续挂 那么黑棋下一手棋走的是上方的这个飞胀 这个走法倒是比较,已经不多见了 一般我们看这个尖比较多一点 飞罩,白棋也没有着急去硬 而是先把左边的这个飞压走掉,然后白棋再一冲 我们来看一下右上角这边的定型 冲完之后白棋靠33再一段 这个段也是为了后续的出头以及做活做一些准备 黑棋打吃 那走到这儿呢,白棋可以非常简明的做活 你可以从这儿一打吃 上方再一打 因为黑棋自身有这个非常多的断点嘛 所以说他得再贴着不断 顺便把白棋的气给进住 白棋冲,黑棋倒 这个时候白棋呢是不能从外边断打的 因为你从这儿一吃下去之后啊 你如果从一路立,黑棋从上方一打 这个白棋刚好是一个关门吃 所以说当黑棋贴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啊 白棋冲完之后也是只能提 然后黑棋往上先手一打再一站 那走成这样 虽然看上去白棋好像活得比较委屈啊 这个一个大鱼形是吧 空又比较少 但是呢,白棋抢到一个先手 如果能在下方拆手棋的话 基本上可以弥补掉右上方的损失 并且这个黑棋其实还不是很完整啊 这边还欠了一手断 所以说走成这样 白棋已经可以满意了 实在,深圳旭是 谢科是选择断在外边 这个棋呢,看黑棋怎么选啊 这个深圳旭往下贴 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其实黑棋现在就简单的往回一连啊 白棋一打持 黑棋反打之后再一尝 已经可以满意了 白棋脚上一打 黑棋一提 因为上方的这个白棋呢 基本上还是要去补一手的 黑棋再把右下角一尖 你会发现这个右侧的模样啊 黑棋是非常的壮观 白棋上边这块空 不管怎么围 肯定都没有黑棋右边这块饱满 这个是黑棋可以接受的地方 那么实在呢 黑棋选择贴下去 被白棋往这一打 打完之后 你只有提 你如果沾的话 白棋还是可以冲吃出去 这个黑棋已经没办法收场了 所以说实在呢 黑棋选择提 谢科从这一打 深圳旭也是只能开这个截 那这个截对于黑棋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沉重的 实在找了一个本身劫财 提过来白棋左边一冲 这个冲也是黑棋必须要跟着硬啊 这个左边被穿下来的话价值太大 所以说黑棋挡住 白棋再一提 黑棋也是找不到劫财了 可能你走这一些地方啊 白棋都 有可能再跟着你走啊 毕竟你提过来的时候 白棋的这种段啊 截才很多 是吧 黑棋肯定打不过 所以说干脆黑棋也就选择 直接在这个地方贴了一手 白棋粘截 下一手棋 黑棋一打持 然后回到左边贴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个黑棋的角控啊 已经损失的是特别多了 肯定是亏的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AI觉得黑棋应该赶快利用这个白棋的气比较紧啊 把它给封锁在里面 跳加一个再一尝 白棋把这个完全吃干净 黑棋再一沾 这样的话呢 以后像 这边黑棋的打持再一打 都是属于先手 可以完全的把白棋给封进去 这样的话 黑棋外面很厚 还是可以接受的 实战 黑棋往这一贴 白棋下面扳 黑棋还要跟着硬啊 其实这个棋 现在去跳架也来得及 我们来看实战啊 实战黑棋一挡 白棋打完之后 回到这个上边去拆杆 这个棋呢 也是限制住黑棋 这个后卫的发展 并且呢 也是帮自己安定啊 黑棋回到脚上去尖顶 非常有意思的是 AI看这个黑棋没有往这儿去跳架 所以说建议白棋啊 这个时候左上角脱先 把右边这个头给拐住 因为这个一方面关系到右侧啊 这个木属问题 基本上白棋 把黑棋吞进去之后啊 就不用再补齐了 第二点呢 也是关系到中央的这个后薄 因为黑棋这儿随手还牵了一手段嘛 对吧 这个拐非常的重要 实战 白棋回到左上方 二路搬 搬完之后一尝 黑棋把这个子一吃 白棋打完之后下力 那么这一系列的交换呢 看上去白棋好像又把这个脚地给掏过来了 但是一点都不便宜 反而掉了十几个点的胜率啊 为什么 一方面是你木属上并不便宜啊 黑棋吃自三个子 本身就带着木的 第二点呢 就是以后黑棋往这个二路一断 断完之后 往四路一刺啊 这个都是属于黑棋的先手 我们会发现黑棋左右两边两块棋 合而为一 隐隐约约的在中央是有一些潜力的 所以说这个是白棋下的比较失分的地方 这个头啊 没有及时的拐住 实战 深圳旭往左下方去碰了一手 这个碰的意图非常简单 是希望白棋去走在脚里面 然后黑棋反扳 把这个方向啊 转到左边大控上啊 去违控 那这个时候谢科肯定是不能让黑棋如愿啊 往里面一长 再一贴 黑棋在下方夹击 好 下一手棋 白棋终于拐到了右上这一下 黑棋连扳走的也是非常的凶 让白棋的气一直处于紧住的状态 拌完之后一沾 好 下一手棋 白棋走的是这个三路的病啊 这个棋可能我们的第一杆还是把头往前长 毕竟这样下是非常舒服的一招 但是呢 里面的味道不是很好 以后黑棋往这一断打之后一尝啊 你脚上首先白棋没有完全活 你得去补一手 那么黑棋的这个贴又是先手 对吧 马上一个双打吃 白棋得沾 然后黑棋再往二路一跳 这个棋 已经开始有点出奇了 所以说 白棋尝 看上去吃的比较大 但是吃不干净 不如这个实在的病 好 下一手 深圳续回到下方一跳 这个跳也是一个攻防的要点 白棋往中间去打入 黑棋左边两个子继续贴起来之后再搬 白棋断 那这个局部呢 黑棋局部的针子是不利的 所以说只要在底下去做活就可以了 黑棋二路一搬 白棋长 下一手棋 深圳续走的是二路的虎 这个棋明显是就想原地扎根 如果你要是先长外边的话呢 白棋扳脚 黑棋夹也是可以的 那底下的这颗白子顺势在逃跑 也是另外一种定型 实战 黑棋选择二路虎 白棋长在外边 黑棋还要压出 那这样的下法就比较凶了 既要底下活 又不给白棋简单联络 白棋往下一跳 黑棋爬 白棋二路一搬 黑棋反搬 那底下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黑棋肯定是个活棋 因为你白棋基本上什么时候下力 我就什么时候二路跳 你要是二路跳 我就打持 这两个点是见合的 那么实战呢 白棋走的是上方的跳出头 可能有的却有觉得这个二子头不是必搬吗 但是这个地方并不严厉 黑棋只要往上一跳 你边上得唯控 黑棋再从这打过来 这个棋型是刚刚好的 所以说白棋也是并没有这么下 他是简单去跳了一个 自己的形状比较的清零 同时呢 也在不断的给黑棋施压 黑棋往上一跳 白棋这个时候马上挖完之后滚包 这一系列走的是非常的爽 再往 再把底下这块棋出头 黑棋打吃 白棋一尝 黑棋跟着贴 白棋搬完之后 黑棋再猴 白棋往这一打 再一扇 这个都是局部必然的一个定型 黑棋拐下去 先手一打 然后再往上一拐 这个其实要 其实我们要注意 就是白棋补棋要补在二路虎的位置 如果你走这的话呢 就等于说让这个黑棋的挡下去 成为了先手 这个棋就不利于这个白棋 从中央去分段 因为你补棋黑棋基本上也不用补 这个地方以后你打入的话 黑棋有个二路拖 所以说这个棋是补在二路虎的位置 给黑棋产生一个断 并且他的气也是比较的紧 黑棋下一手棋往上一拐 白棋再飞 那这个地方将会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 就是一个大对杀 白棋呢有两块棋 黑棋基本上也是两块棋 上下两块棋对杀 在这个局部一定会分出一个胜负来 好那我们稍时休息 下一节视频给大家继续介绍中盘的解说 好各位球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5月20号 深圳旭对战谢科的这场网期赛 那现在焦点也就是回到左边的这个对杀 实战深圳旭选择在二路沾了一手 先把自己的气给延长 那么谢科走的是二路的钉 这手棋并没有走到AI的最佳选择上 因为你这手棋啊 虽然也可以杀黑棋五颗子 但是你这个外面给黑棋的借用实在是太多了 比方说像这个冲断 冲断完之后呢 白棋要不停的往外去长气 虽然说黑棋现在抓不住你啊 比如说他压的话你可以继续长 对吧 他跳甲的话你可以冲完之后再断 但是以后的这个借用会非常多 对于旁边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其次除了这个冲断之外 黑棋还有这个跨完之后再往这儿飞风 把上下两块棋连成一片 要求白棋后手不断 这个都是黑棋以后的一个便宜 那么实在呢 黑棋回到左下断打完之后点眼 白棋下力 把这个眼位扩大顺便补断 黑棋提白棋继续立下 这个棋呢白棋就形成了一个大眼位 局部的对杀我们来摆一下 黑棋如果说就往这儿去收气 白棋也收气 双方互相收气 黑棋再一点白棋吃 这样的话黑棋刚好是卖一气被白棋杀 那左边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棋子 这个棋黑棋并不亏 对吧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外边的借用很多 下一手棋黑棋回到右边去小间 我们会发现其实白棋下方两块棋啊 都属于没有活的状态 所以说黑棋现在的这个头绪是非常多的 实战 白棋靠压出头 这边一起一扳 这个都是常规的走法 黑棋往下一立 收根 白棋一打 那么走到这儿呢就看接下来的这个黑棋的攻击手法 深圳序实战是往中间非常堂堂正正的一跳 这个也是非常符合人类的一个想法 先把白棋给缠绕起来 但是呢在AI的眼里啊 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打完之后再往中央飞 因为这样右边先把白棋的这个头给他关起来之后啊 白棋右下角肯定是要优先忙活的 他想活棋 可能就必须要卖掉底下的这种点刺 把黑棋撞后 走完之后再回到 左下角去作眼 但这个时候黑棋想破眼已经变得非常容易了 这儿可以点刺一下 当白棋二路搬 想扩大眼位的时候 黑棋往这个一路去搬 你挡下来 黑棋上方有一打 这个白棋局部是没有眼的 你如果往上去虎的话 黑棋往这个一路去去爬破眼 是吧 你再虎再往里面冲 白棋想完全做活也是非常难的 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儿的一个 这个次序啊 就是黑棋应该 先去让白棋右侧忙活 然后再来攻左边 但实战深圳续往中央一跳之后 谢科右边一打 他是先把左边的这条龙给忙活 对吧 就破坏了黑棋的意图 当黑棋往右边点刺 想要破眼的时候 白棋呢也并没有走这手顶 这样的话被黑棋一打 再把这一场啊 白棋一只眼还是特别危险的 他走的是上方的这个瞻 因为谢科已经算清楚了 这个地方黑棋是不能把棋筋跑出来的 如果你现在跑 那么很简单 白棋往这一点 这个是一个局部的手筋 黑棋已经没办法应对了 首先你站在左边的话 那么白棋把这一打一冲啊 黑棋的四颗棋筋要掉 如果你站在上方 那么白棋把底下一瞻 你这个冲了之后再挖 是没有用的 冲完之后白棋一沾 你断他一连 你往下小尖 他一挡住 这个底下的杀气 明显是黑棋的气不够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可以讲这个深圳旭 是有一些小失误啊 胜率也是掉了不少 下一手棋 黑棋压完之后 在底下点刺 这个一方面破白棋的眼 一方面是帮助自己做活 白棋挡住 黑棋一搬 白棋是在上方一跳 那这个棋型呢 白棋虽然说没有活干净 但是黑棋一时半会儿 拿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毕竟黑棋中央这一团 其实也是比较弱的一块棋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在左上角定型 断完之后一挖 这棋本想白棋可能是从 二路打完之后一沾 给你定型 但这样走的话呢 总感觉白棋是有些憋屈的 而且上方这个口子 被黑棋先手封住之后啊 对于以后黑棋土底下 白棋大龙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说实战谢科走的 也是比较的积极 是往上去打了一手 再一沾 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强硬 但是呢 你这样下这个上方的味道 会特别的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黑棋随时有这个 沾的抢手 这个棋白棋不是很好应付 首先白棋挡下去呢 在这个局面下是不成立的 被黑棋一断 你只有往外跳 对吧 这个时候黑棋不是这样 老老实实的长 他直接可以靠在这 这个棋很简单 你白棋如果说要在左边 补齐的话 黑棋就这么一长 那你白棋上方的这个棋筋 是卖一气的 如果说你要是 直接在上方收气 那么黑棋直接从左边冲断 白棋中央的这五颗棋筋 也是跑不掉的 就等于说两块棋 又被黑棋给缠绕起来 这个棋是白棋 非常难以去应付的 那有的棋友可能会说 白棋我不贴 是吧 我就简单虎一个不断 那么这样下的话呢 黑棋还是可以从 二路非常顽强的挑回家 你铺完周一粒 黑棋沾 你打持我沾起来 是吧 你左边 你想要吼一个 这种刺啊 黑棋可能都不会理你 简单跨完周一飞 要求白棋后手补断 然后我再一吃 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至于上方这一团呢 白棋就算走这个二路夹 其实也是抓不住黑棋的 黑棋提 白棋打持 其实我们要注意 黑棋不是打在这儿 打这儿被白棋吃 那就两口气就回不去了 我直接从一路爬回家 这个是最能看得清楚的 你提我就从这儿搬过 是吧 这个棋双方都非常有风险 白棋呢 这个眼位 你说他比较丰富 他确实现在一只眼还没有 但是黑棋想杀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毕竟这个白棋 左边的这个战是先手 对吧 战完周以后 这个中央的子 还有跑出去的空间 所以说这个棋 非常的说不准 那么实在呢 黑棋也是 就比较容易 看得见的 往中央一跳 这个棋啊 就是为上方的这个 沾做准备了 那白棋也是毫无选择 只能选择把这个左边 黑棋的这个冲端 一手棋给补上 那么下成这样 可以说在 左上这个战斗当中 白棋肯定是获利的 因为白棋 因为黑棋现在 是没有办法去沾的 白棋可以局部挡住 对吧 黑棋没有办法去利用 左边的这个棋去出棋 但是 黑棋现在啊 多了一个目标 就是疯狂的去杀 底下的这个大龙 白棋确实现在这个大龙 越看越危险 只有一门心思出头 小肩 黑棋贴住 白棋在一场 黑棋跳刺 先手破眼 再往左边 右边一跳 直接把白棋的这个 除了中央 各个出口啊 全部封住 那么这盘棋 也就要看白棋 接下来 这个中央的大龙 如何去处理了 好 那我们下节视频 给大家带来最终的屠龙之战 看看谢科 能不能把这个大龙 顺利活出 好 各位亲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5月20号 深圳旭 对战谢科的这场往期赛 那下到现在啊 这个深圳旭的黑棋 也是一门心思想杀 白棋下方的大龙 我们来看看谢科 到底能不能逃出去 下方一段 白棋 回到右边 一搬 这个棋 肯定要是补一手的 如果你敢不补的话 黑棋往右边一搬 对啊 你拐住 黑棋往这一顶 你这个地方已经沾不上了 被黑棋冲一段 打直一连 对吧 你右下角 整块白棋全得死 你尖也不行 尖的话 黑棋冲 上方断打先手 是吧 这边断打先手 再一打 你断打他一提 这个白 黑棋也是直接就把白棋 给切断 都不行 白棋搬一个 下一手棋 黑棋底下一沾 这个棋呢 也是 腰斜 这个白棋要去这补棋 你不补的话 我这个洞出七筋 你也不行 右下角全死 所以说 白棋在中央 飞了一个 跟黑棋飞出头 交换之后 马上把这儿给顶住 黑棋右边一段 断完之后脱鞋 这个地方一段呢 主要是为了防止 白棋的这个冲断问题 断一下呢 等于说先手补断了 把白棋的气紧住之后啊 白棋以后再冲 我可以直接打持了 他再连 我就可以补断了 这个是一个 补断的技巧 实在 黑棋终于回到左上方 把这手棋给沾上 白棋唬一个 黑棋走的是爬 并不是我们上节视频 摆的跳 爬一个 夹一个 中央点刺先手 然后再回到中间 中间去杀龙 跳刺一个 马上有冲断 白棋在天元补一个 黑棋上方 再一长 先手 再一贴 这个棋明显是想通过一个 战略上的弃子 弃掉上方五颗子 把白棋的大龙 给先手封在这个包围圈里面 对吧 但是白棋也是毫无办法 你只有跟着硬啊 跳出 这个棋呢 也是有一定的小风险啊 或者说小陷阱 黑棋呢 千万不要说从这儿去冲断啊 不然的话 被白棋一沾 李一连 中央一断吃 跟着李一打 这个黑棋被一棋闷掉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是只有选择在中央去补一个 但这个棋 白棋大龙是越看越危险啊 因为你的生存空间已经很小 实战一挖 黑棋一退 白棋右边一靠 黑棋也走得非常的坚实 就把这个断点给他连上 白棋底下作演 黑棋点进去 这个都是必然的走法 白棋中间在一打 那么这个局部呢 黑棋是只有选择打在这破眼 不然的话白棋一团就活了 但是局部呢 就形成了一个结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这时候打吃 并不是浪费劫财 因为这个黑棋本身 他这时候打也是个结材 这个呢 提前交换掉 反正也是募输便宜 顺便把这个结材给补掉 接下来一段 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精彩了 黑棋提 白棋下放一粒 但是当我们以为是个打结的时候啊 黑棋往左边一冲 这个应该是让白棋最为绝望的一手棋 因为你也毫无办法 你只能选择挡住 挡完之后黑棋把下方一吃 中间这个地方压根就不是减 那棋的话 黑棋往这一双打 对不对 这个没有棋 白棋真的是非常难受 往中央再一跳 想要作演 黑棋直接点刺 白棋再往这一段 黑棋贴上去 反正所有的招法 可以放你白棋往上方去联络 但是呢 由于你中央 一个是底下的这个冲 一个是 就底下的这个冲 你就来不及去补 白棋一般 黑棋团 白棋上方在一般 这个时候黑棋把这儿在一般 这个白棋也是顾不上啊 对吧 你上方打吃没关系 黑棋还是要把上方这块棋给做活 二路打拔 白棋一路立 黑棋往这儿一猴 直接活棋 因为这个棋你杀不了了嘛 你往上方去点眼的话 黑棋这儿还有一只眼 你不管走哪 黑棋往这儿一团 都是活棋 那这个时候白棋也是 没办法 想在左边再做做文章 并了一个 这个棋马上还要提节 黑棋往这儿一打吃 白棋一路飞 又想杀左上角这一块 其实白棋已经不行了 因为你 这个大龙啊 现在是一个死的状态 白棋现在呢 就想威胁左边这块的 这个死活问题 以及中央 白棋通过一系列的交换 也把黑棋的龙给断杀下来 这个最后还会形成一个对杀 我们稍后来看实战 黑棋往这儿二路一虎 白棋一路斑瞻 黑棋提 那在这个局部呢 就会形成一个打结啊 就是以后白棋往这个里面点 黑棋往这儿一团 白棋打吃 黑棋往这儿一打 是个打结活 但是现在的白棋也是来不及去雇这一小块啊 你的大龙一死全完 全部得完蛋 白棋往中央一沾 黑棋冲 白棋把这个提掉 有的棋我可能会觉得 这个棋是不是 没什么用啊 你这个提 反正这个断也不存在 是吧 为什么不把黑棋给切断呢 关键是你现在断也来不及了 你断的话 黑棋往中央一起 首先你这个提截没用 这个黑棋是连通的 你往这儿一沾 黑棋一提 这个已经是两眼活棋的状态 你在点在旁边 去跟黑棋开这个结 黑棋完全可以 脚上全部放弃都可以 如果你要想沾结 进杀黑棋呢 也不可能 因为白棋的这个左上角 气也不够啊 黑棋往里面一路一爬 你挡住 黑棋往里面一点 对吧 你局部对杀也杀不过 黑棋一断 你一冲 黑棋一扑刚好也是快一起 所以说这个白棋不够了 实在他一提 黑棋往这儿先手提 这儿一扳先手 这边一冲 一挤先手 对吧 你中央的两个棋筋 还得连回家 然后黑棋也把上方一断 这个时候 白棋呢 也是只能选择往旁边去提 黑棋再把这个捕获 非常强硬 一块棋都不给 好 这个时候白棋往上方 再搞出来一个结 黑棋一团眼 这个时候白棋铺完之后 再一打吃 黑棋一沾 走到这儿呢 这个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如果继续摆下去的话 我们来看是个什么结果 白棋继续冲 黑棋往这儿一挤 接下来要吃通你 你得提 提完之后 黑棋就往这儿一沾 沾完之后呢 你提结 这个直接就是一个连环节 你提哪边 我就提另外一边 对吧 这个白棋显然是不行了 下方也做不活 所以说最终是以这个 深圳续屠龙成功而结束 那么这盘棋 我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前半段 这个 深圳续一开局已经崩了 就是右上角的这个交换 是非常的损失地的 但是在后边的这个处理啊 可以说谢科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然后导致呢 这个黑棋逐渐 占据了盘面的主动 下方两条白龙 被这个黑棋缠绕在一起杀 到后来 这个白棋基本上 也就是疲于奔命 你两块龙都得活的情况下 然后被黑棋一路攻 然后在上方 黑棋可以说 这个气质也是走得特别的完美啊 先手把这个白棋底下大龙的出口 全部封住 这个时候白棋在讲活已经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这盘棋一波三折也是相当的精彩 希望其我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